接下來我們看看 因為台灣會在這個聚合性的板塊交接帶 就會怎樣呢? 會如何呢? 會如何呢? 第一個多地震 板塊交接帶就是地震帶 所以台灣島多地震 下前期會再交一次 台灣會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面 所以我們就在地震帶上 我們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面 所以台灣就會多地震 台灣就會多地震 同時呢 多火山多溫泉 我前面帶過一次了 溫泉就是火山活動的遺跡 所以有溫泉就表示有什麼? 有火山活動 溫泉越多 就表示火山活動的流下來人就會越多 所以台灣也有很多的溫泉 日本有很多的溫泉 都是因為火山活動的關係 台灣的火山現在基本上沒有在活動了 沒有在活動了 但是呢 它的地震仍然存在 它的溫泉仍然存在 一些噴氣孔啊 這個 我們在這裡 應該都看過嘛 我們小油坑啊 什麼之類的 大層山啊 這邊都看過嘛 這邊的人應該都 看過嘛 都看過 都知道 以前北偶還會去什麼水煮蛋 現在不知道你們煮了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來這邊煮蛋 那就是因為地震什麼之類的 OK 好 就是 要是你有多低震 多火山 因為 板塊對外帶就是火山 帶就是 低震帶 所以我們就多火山 多溫泉 然後還有 台灣島在上升 台灣島在上升 因為呢 飛要 它這樣撞 擠 擠壓以後 這樣撞啊 擠壓擠壓 擠壓之後 它就會往上面 抬升 抬升 所以呢 就台灣島在上升 等一下會交台灣島上升的證據 這是另外一件事 然後呢 每年七八公分的撞上來 每年大約會抬升五公里 這在世界水準看 算抬升的蠻快的 算的算的蠻快的 好 擠壓所以 所以我們就整個抬起來 台灣島正在上升擴大之中 有一種說法 若該年後呢 我們的屏東就會變成台中了 因為我們跟菲律賓連在一塊 所以我們就 屏東就變成台中 OK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有區域性變質炎 我們前面提過這件事情 板塊擠壓會有區域性變質炎 我們說花東盛產誰啊 大理鹽 石灰鹽變質的大理鹽 蛇文鹽跟台灣玉也都屬於變質炎 所以因為這裡有板塊擠壓 所以有大規模的高溫高壓 所以有大規模的變成作用 有區域性變質炎 區域性變質炎 像花東為什麼會盛產大理鹽 就是這樣來的 那為什麼會有石灰鹽 因為它以前是海洋啊 海洋地殼啊 珊瑚礁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很多的石灰鹽啊 好所以 OK 好 區域性變質炎 好在這裡呢 我們就擠壓擠壓擠壓 這是個喜歡問過的問題 好我們講過了 那我們的交界帶在花東重谷 所以我們的中央山脈是什麼板塊 歐亞板塊 我們的海岸山脈還記得地理交過吧 海岸山脈屬於菲律賓海板塊 會問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交界帶在花東重谷 所以就知道什麼東西在什麼板塊上 就是會問的一種問題 剛才已經講過一些了 就是這樣子 就是台灣的有的地的現象 因為台灣位在聚合性板塊 在海岸上 就有多火山 就有多地震 所以就有造山運動 就會有地殼台生 就有地殼台生 就是要學會 現在不止啦 比如說 你們在地理上有交過台灣的西邊 台灣海峽是大陸同 東邊是大陸波 給這邊這個聚合是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就不提那麼多了 跟各位說一下 因為位在聚合性板塊 海岸山上會有的地殖現象 OK